这一整年下来每一堂课都在我的人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还有不同的启发还有不同的回馈 那我总共整年度的进修花费是224,318块 其实我想想这个是蛮多的 而且如果换算下来也是可以买一两个包包 或是去一两趟欧洲旅行 粗估一下我因为这些课程增进我自己的业务工作能力 还有得到的工作能绝对是这个课程费用的3到5倍左右 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今年我所有进修和我自己上的课 以往呢我上的课大部分都是跟工作相关的 例如说管理然后行销或是怎么做社群的宣传这类型的课 可是今年呢我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 就是我上了许多算是才艺课或是运动类型的课程 都是以前我会觉得上课就是要进修学知识 所以我必须要去教师坐着 我必须要上线上课程 就是要用笔记本去写出很多重点那种课 好像才是进修才是上课 那这些进修都是头脑知识上的进修 今年我发现充实自我、心灵成长和内在跟才艺与运动这方面的进修 得到的回馈和身体感受到的反馈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几堂课呢我的每一个朋友其实都问了我超级多 我也推荐了很多我这一年来陆续有固定在上课的这几间教室 他们反馈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今天就把他们全部整理起来 包含我的学费、花费的时间和我每一堂课给我的回馈 还有我得到的投报率 明年呢你们可能就可以去安排自己不一样充实的课程 那这些课程呢也会比起学术知识上面的课程来得更轻松疏压 我自己是超级推荐 我心中排名第一名的课是空中瑜伽 我自己上空中瑜伽是从去年的三月开始 执行了九个月了 那我自己是真的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大概一个礼拜可能会去三到四堂 花费是四万四千四百三十八块 非常的精准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首要条件是因为 他第一可以拍很漂亮的照片 你可以从老师帮你拍的照片和每一次练习的照片中呢 去看到自己在运动时候开心的感觉 你也会在每一次的记录中发现自己一次一次的有进步有改变 现在的空瑜教室和老师都很愿意帮你拍照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之后每一次回去看照片 你都会看到自己的筋又更软了一点 脚又拉得更开了一点 然后姿态又更美了一点 这一些改变真的是会慢慢一点一点的被身体记住 被照片记住 那我们又很喜欢经营社群 我自己就很喜欢拍美照 这一堂课呢就是满足了 我可以拍照、可以记录、可以分享 每一堂课呢上的内容都不会重复 初期你可能会觉得真的很痛很累 可是它是我觉得不会太流汗、不会很喘 教室都是女生、教室也很漂亮、老师又温柔 同时又能做到肌耐力训练、核心训练 身体的耐受力会增强的一个运动 我自己觉得超级的超值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健身房那种组合很重复 然后一组做八个的那种运动 那种我会很容易觉得好腻喔 目前我就很喜欢很喜欢空中瑜伽 再因此去上了空中环或是五酬之类的课程 你就是可以渐进式的去上课 关于新手怎么学空 如果有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或是怎么挑选衣服 你们可以去看这支影片 那我身边的朋友也看到了很多我自己 关于仪态上的改变 因为老师会在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里面 去告诉你该怎么使用它 不管生活上的仪态或是拍照时候的仪态 你就会不自觉的让你的体态变得更完美 我觉得是让我自己有很大改变 和我变得很开心很快乐的一堂课 第二堂课呢就是我今年报名了 女力学院一整年的课程 在年初的时候我跟S姐拍摄了 女力学院的分享影片 拍完这支影片之后呢 我就带了我整个团队一起去参加 我们报名的是VVIP的方案 所以一个人是三万九千三扣掉三百块折扣嘛 今年女力学院有提供给我折扣吗 我会放在底下的描述栏里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使用 因为这个女力学院是我们自己自费的报名 要跟大家说这不是三年广告 这是我一整年目前的真实心得 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快速的得到 各个不同领域成功女性 甚至她背后成功的技巧 还有她到底是怎么讲课的 她是怎么去简报的 这个对我来说可以学到的东西非常非常的丰富 也有很多同学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会愿意参加这行课 我自己觉得这一整年的时间 每个礼拜一晚上会有一个线上直播 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实体的大使讲座 可能会邀请更厉害的讲师过来 你可以亲眼现场见到她 然后对她提问 现场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参加女力学院的女生 都是非常优秀 那我们也在这个课程中认识很多不同领域 你可能平常很难去接触到的女生朋友 甚至大家在女力学院中还一起结盟创业 我们自己也因为参加女力学院 然后跟其他同学媒合或是各个品牌合作 我觉得我们自己得到回馈的价值 还有商业合作得到的收益 已经超过六位数 所以算是非常非常回本的 我每一堂课都有做满满的笔记 记录在我的notion里面给你们看 我真的是做得超级无敌满 所有讲师的内容我全部都有做笔记 很常他们在讲解的精据也会让我觉得 很有感触 我就通通都会记录在上面 我从这里面发现了非常多的讲师 都是我平常在荧幕上 在各个平台上看到他 听过他线下讲课之后 发现他们真的超有内涵超有料 然后内容非常的扎实 也是掏心掏肺的在跟我分享 当然你也是会听到有一些讲师 就是没有讲到你对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这就是一个学习 我可以在这个样子的环境中 听到每一个我想要听的讲师 甚至一些我不认识的讲师 很划算很超值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推荐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时间又是女生的话 真的是蛮可以报名的 这都是一个你可以开拓饰演一个蛮好的机会 第三堂课呢 教你怎么说话 然后怎么运用声音的一堂课 这堂课我的累计花费是三万四千块 他算是单价有点小高的课程 因为他是一对一的家教课吧 他就是那种私人的声音课 所以一堂课是两千块 我是从七月开始每个月固定 有三个礼拜会上课 我非常非常推荐我的老师 我觉得他很厉害 但是因为他就是一对一 他的课也很满 我就先不公布他是谁 如果你真的非常的想要学声音课 觉得唱歌 怎么不费力的讲话 怎么好好把话传递出去 甚至如何用说话的语调和语气 跟声音的改变 去让你的讲话更有说服力的话呢 我就超级推荐他 那这堂课我一样也有做超级满的笔记 我觉得我这个老师真的非常的厉害 他可以很清楚听出你声音使用的地方 哪里对或哪里错 精准的去调整你发声位置 换气位置 那也因为是一对一的关系 我很常例如说录了影片 就觉得今天好像有点累 今天声音不好听 我都会马上问他 或是在下一堂课的时候问他 然后去调整去练习 最近一阵子也确实听到许多读者回馈 会发现我的声音好像有改变 变得温柔 或是变得比较好听 或是比较舒服 我觉得声音是需要一直去练习 跟持续进修的 尤其我们又是一直运用声音去工作的人 头颅没有好好的保护好的话呢 后期来说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伤害 那我在报名前呢 我没有觉得学声音是一件必须的事情 我以为你只要去学正音班 咬字讲清楚就好 可是上了这堂声音课之后 我发现所有的讲话跟你的个性的人际关系 还有你的呼吸换气送气 肌耐力甚至连你的核心都是有相关的 我觉得以一堂课2000块的价格来说 他真的物超所值 虽然你在初期会觉得小小的贵 可是我真的得到许多东西 确实的把它应用在我的生活中 你会让大家很明确听懂你的诉求 然后声音传递的很清楚清晰 非常有说服力 可是你自己很轻松 所以这是一堂我也非常推荐的一堂课 第四堂课就是陶逸课 这个陶逸课我自己超级超级喜欢 我推荐了我超多朋友去 前阵子要跟我约见面的每一个朋友 只要我周二是固定陶逸课的时间 他们都会跟我约在我的陶逸教室 那我是从五月开始上陶逸课的 固定时间是每周二的下午时段 目前的花费是三万一千块 我会去找陶逸课的原因 是因为我一直很想做家里的盘子啊玩啊 因缘忌讳下我就发现了 我的营养师教室的隔壁 就是我的陶逸教室 它是一间私人的工作室 那我的两位老师呢 非常的年轻又很有创作力 他们的右色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就是很擅长 金属质感或是很朴实很温润 带有非常非常的时髦的右色 那老师对你的教学呢也很仔细 他就是一对一的教 不管你要手捏或拉配 你都可以请老师教你喜欢的样子 那在那个时段内呢 你要怎么做 你要做几个 他都随便你 不是那种很观光很商业的陶逸教室 你就是多少钱做一个 老师都帮你修培 帮你上诱 帮你处理好 你可以先去报名他的体验课 感受一下你喜不喜欢 每个礼拜二就是我的陶逸时间 我自己真的会沉进时光屋里面 因为我觉得在捏陶或是修陶逸 或是上诱的每一个过程都 超疗愈超舒服 然后也很安静 你就可以好好跟自己对话 是一个很幸福的时光 加上我现在家里的餐盘 所有的餐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也会在自己制作的过程中呢 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在我想要送给朋友的时候呢 制作的每一件物品都会注入我自己 对这个朋友的期许和我的爱 还有我的祝福 希望未来有幸的话呢 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小品牌 出自己的餐具或餐盘 这应该也是我 从这堂课里面得到很多的回馈 然后也开启了我一条新的斜杠之路 非常非常推荐这一间陶逸教室给大家 第五堂课呢 就延续着刚刚的陶逸课 我去学的是精善修复 这个精善修复呢 非常非常传统 即将要失传的一种技法 在台湾教的人真的非常的少 如果你的淘气 例如说碗啊盘啊破掉以后呢 它会用胶还有漆去黏喝起来 慢慢的修补它 再用金粉或银粉补上去 然后绘画 所以任何破碎的物品 它都可以好好的修复好 变成一个继续可以使用的东西 它同时也回溯到的 日本对于这种精善修复的珍惜 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 叉吉美学 就Wabi Sabi 它的叉吉的意思呢 不是现在大家喜欢那种 叉吉风奶茶风 它的叉吉的这种概念 是一种生活形态 是一个不能异象去形容它 它不是一个风格 它是一个你对事物的态度 任何的东西 它从最完美的状态 然后经过了时间和岁月 慢慢的变老了变丑了破碎了 不这么完美了 这每一个过程都是最美好的时候 所以我很着迷于这种 很有时间温度很感动人的过程 我就去找了这个精善修复的课 其实我在网络上找了非常的久 因为这个课也没有到非常的便宜 一期的精善修复课是一万五千块 那它总共是四堂还是五堂课 真的上的非常的久 那每天都是一整天的课 然后老师会认真地教你所有的技法 我这位老师也超级强 它是一个很真诚又认真的老师 师母人也很好 掏心掏肺把他所有会的都交给你 所以在真的上课之后 我觉得一万五超级便宜 它中间的技法和它的技术 是非常的复杂的 我也开始帮朋友修复很多 他们很珍贵的很喜欢的物品 或是我自己在烧制盘子啊 庆明的时候 有些烧坏的东西我还是很珍惜 我也会自己把它修复好 学到了这一个可能未来会失传的记忆 我也很开心 建议给 真的很有耐心的 对修复这件事情是很有兴趣 很有热忱的人再去上 也因为上了金扇修复 因为金扇修复是用漆去修复 我后来又再报名了金工橘钉的课 这一堂课也是一堂五千块 我上了三堂 所以是一万五千块 这一堂课就是用金工的方法 例如说破碎的碗上面用钉子去修补 然后可以上一些橘钉的小装饰 可以用金啊和银鞭去把虎嘴虎口这些包起来 我也觉得超有趣 然后我也自己帮我们家修复了很多的茶壶茶杯 过程中不仅修复了器皿 我也在修复的同时去沉淀自己的心 然后去修复自己的个性 对每一件事情不同的看法 如果你是刚好心情走在蛮低潮的时候 或是你希望生活有点转折的话 可能也可以去考虑看看 学学精善修复和经济修复的课 顺便修补一下自己的心情 应该也会是还蛮不错的 第六堂课就是在台湾上的滑雪课 一定很多人想说滑雪 我又出国学就好啦 我为什么要在台湾上 当时我也是考虑了很久 但是呢因为我家在青浦这里 有新开了一个ASCII的滑雪学校 它就是用室内滑雪机去教你滑雪 那我有去上体验课 也有去参加他们开幕活动 我就发现其实你在滑雪机上滑雪啊 它会因为滑雪机的关系 放大你所有的动作 在学场的时候学有一个容错率嘛 因为学松松的很舒服 你很多动作可能没有这么确实 但是还是滑得不错 只是你会摔得不知道为什么 滑雪机可以好好的锻炼你扎实的基础 加上我觉得它会是一个训练你核心 还有肌耐力很棒的运动 很轻松的去不会流太多汗 环境很舒服 你又可以遇到不同的教练不同老师 就是教你不同的滑雪技巧 相对CP值很高的方法 我不希望浪费我在台湾的时间 我想要把我的基础学好 出国的时候我就是可以滑得很开心 玩得很开心 课程呢我的总花费是 那我是上初级加中级的课程 基本上就是学完以后 你去学场就可以滑得还不错 所以我自己是蛮推荐如果你对这有兴趣 又希望出国可以直接开始滑雪 然后在台湾也加减得到 不错运动效果的人 你可以在国外先体验过一次 真的滑雪场的快乐 你回来台湾上这种滑雪机的滑雪 你才会感受到滑雪的好玩 因为滑雪机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跑步机 所以你在上面你又没有风景可以看 一开始真的是在学基础的时候 是会满崩溃的 因为你会觉得好累好难 我真的在日本和韩国的滑雪场 看着大家一直滑得很开心 然后我在那里一直跌倒一直跌倒 然后你会气死 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 我才会更加深我要在台湾先学好的原因 我不想要在国外摔倒了 我漂亮的雪场花这么这么多钱飞到北海道 还在这边学基础 这是一件最最最最浪费钱的事情 尽管在台湾学滑雪可能开销跟出国差不多 但我还是非常的建议大家 如果你很喜欢滑雪的话 在台湾学真的比较好 而且也比较安全 所以如果你附近有ISCII或是其他的室内滑雪练习场的话 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学这个滑雪 最后一堂第七堂课呢 就是我在11月的时候报名了滑板课 这真的不是我个性会去报名的课程 单纯就是因为上了滑雪课之后 才发现脚部对板子的控制力不足 就是你在训练雪板的时候呢 许多脚踝的肌肉和脚部的肌肉是很细微的 那我就在想到底有什么运动呢 是可以跟滑雪类似 我又会觉得蛮有趣蛮好玩的 然后我就一直看到IG上有最近超级多人就在玩滑板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李清普也超级近的一个滑板教室 然后他们有一个室内滑板厂 我自己也觉得做得很不错 教练人超级的好 然后很细心 他也会有一对一课程 那我们一开始的课程呢 是跟女力学院的其他女生一起报名的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女力学院很棒 有分不同城市的女生 所以我就找了桃园区的女生 大家一起来上这个滑板课 那我们总共上了两期 花费是6080元 上完滑板课之后呢 我觉得克服自己的恐惧 还有不要怕摔倒这件事情 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增强很多耐挫力 很多动作就是一而再再而三 一直一直重复的去练习 可是在你练成功那些招数之后 真的超有成就感 相对的这个运动呢 也是比较容易受伤 所以他目前对我来说偏向玩票性质 可是我觉得不同的课程跟得到最棒的人际关系 是最最最好的资产 像我就很幸运的在上课的时候呢 就发现我教我的滑板教练 他也是一个蛮厉害的摄影师 然后我就招募他加入我自己的剪辑团队和未来 希望可以配合拍摄出厉害的作品 这就是我觉得上这堂课很大的收获 这一整年下来每一堂课都在我的人生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得到不同的启发还有不同的回馈 那我总共整年度的进修花费呢 是224,318块 其实我想想真的是蛮多的 而且如果换剩下来也是可以买一两个包包 或是去一两趟欧洲旅行 今年的我居然愿意把这样的钱 然后全部花费在进修上面 其实我自己是更开心的觉得 嗯 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我也得到了比这些费用更更多的回馈 粗估一下我因为这些课程 增进我自己的业务工作能力 还有得到的工作呢 绝对是这个课程费用的三到五倍左右 所以你们不用去想说 我花了这么多钱投资我自己 尽管它是一堂才艺课会不会没有回馈 没有 我觉得你们明年可以把所有投资在自己身上的课程 费用记录下来 像我一样写一个表去好好盘点一下 今年上的课得到的回馈和投报率在哪里 它可以是人脉的 它可以是心灵的 金钱的 生活的改变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回报 然后我们在年末的时候呢 可以再自己一起盘点一下 今年上的课有哪些是你喜欢的 明年还会再继续上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一整年度的进修花费 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啊 大家也可以跟我聊聊天 讨论一下你们明年想要上的课 或是今年有上什么课想推荐给我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下次见 拜拜